報告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第73條 請先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中意第73條 当事人編護人申請傳喚之證人 鑑定人通意 與審判長為人別訊問後 由当事人編護人直接結問職 國民法官被為國民法官 與證人鑑定人通意 經結問完畢 得於告知審判長後 於待證事項範圍內 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訊問之 國民法官被為國民法官 與審判長就備訴事實訊問 被告完畢 得於告知審判長後 就判斷罪責及科行之必要事項 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訊問之 國民法官被為國民法官 與被害人或其家屬 陳述意見完畢 得於告知審判長後 於釐清其陳述意見之範圍內 意旨之範圍內 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詢問之 審判長任國民法官被為國民法官 依前三項所為之 訊問或詢問為不適當者 得限制或禁止之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66條 物證之調查 雙方當事人應申請傳訊物證之 製作人、持有人、保管人、鑑定人、專家證人 或其他相關人與法庭接受交互結問 當事人、辯護人申請調查之物證 有申請人在交叉結問時 提示與證人、鑑定人、專家證人 國民參與審判法庭 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助人辨認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66條 陪審員被為陪審員於第一次審判 時事前不得接觸起訴書以外之 卷宗及證物 當事人、辯護人或輔助人 申請調查之證物由申請人提示與陪審團 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助人辨認檢視 審判長依職權調查證物 應提示與陪審團、當事人、辯護人或輔助人辨認檢視 前二項證物如系文書 而當事人或辯護人不解其意義者 並應有申請人或審判長告一要旨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73條 當事人、辯護人申請調查之證物由申請人提示與公民參與審判法庭 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助人辨認 法院依職權調查證物 審判長應提示與公民參與審判法庭 當事人、辯護人或輔助人辨認 前二項證物如系文書 而當事人或辯護人不解其意義者 並應有申請人或審判長告一要旨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國黨團推派主代表發言 請洪委員孟凱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想再一次強調 我們現在在這邊共同討論、參與 就是要對我們所有社會大眾來做負責 也因此我們希望用一個很負責任的態度 來檢視每一條的條文 其中在73條裡面 他清楚明白在說明裡面提到 希望是由公正客觀的證據能夠來超然行使 讓審判者可以去檢視相關的證據 最後做出明顯的判決 但是我們就要回歸到 現在我們對於外界的民眾也好 或說一般的輿論也好 對於現在所提出的 不管是參審制或是陪審制 都有一個最主要的盲點 就是如果說當參審制的時候 只有三個法官跟六名的國民法官 一起共同來討論 那這樣會不會有在過去 我們一直民眾所詬病的 就是法官有一些 並不是講大多數 但是有一些法官確實因為 法律研究太深 而以至於他變成是法匠 而所謂的恐龍法官 那如果說由這樣的法官 來去引導 後續的這樣的一個審判的時候 會不會又把我們現在討論的 國民參審參與刑事審判法 變成我們想要做的司法改革 美意變成惡意 也因此我們一直強調 或是一直討論 剛剛有很多的委員在那邊發言 都是講說 為什麼在審判的過程當中 最後卻是沒有辦法以錄音錄影 來做一個完整的紀錄 而在討論案件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也因為台灣過去的民情所利 或是說台灣人過去可能會有所謂 較為相信專業的部分 也因此到最後還是由這三名法官來 主導整個討論的一個方向 以及審判最後的方向 那這樣子我們在推動所謂的國民審判法 所謂的司法改革 不就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收到這樣的一個良善的利益嗎 也因此我們還是再一次強調 參審制也好 陪審制也好 現在世界各國都有使用 而我們國人比較關心或說比較過去了解的所謂的陪審制 現在全世界有52個國家在使用 我在上一段發言也都講過 失控的陪審團這部電影裡面 即便他討論的是美國長久以來的陪審制度 但是都有可能因為有人的政治立場主張意識形態的不同 而到最後影響了陪審團的一個討論方向 那更何況是現在我們要強推的所謂的參審制 也因此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討論以及社會的共識 不要一意孤行 不要強度關山 這才是符合台灣社會需要的標準 謝謝 謝謝洪委員 洪委員 申漢聲明對貶制校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繼續請廖委員宛如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我想現在國民法官法已經審查到第73條了 在整個司法制度的修法當中呢 從國民黨時代的官審法到後來的參審法也好 培審法也好 我想不管這次的審查如何 本席還是要再度提出來對這次執政黨倉促立法的不滿 根據司改會的顯示呢 有91.7%的國人根本不了解 甚至於沒有聽過國民法官參審制 在國會當中呢 對於未來參審制也好 還是陪審制也好 在野黨也都提出了與執政黨不同的看法 但這都顯示了人民參與司法審判 到底該採取何種制度呢 至今社會仍然有共識 這麼重要的一個司法制度的改變 這麼嚴重的意見分歧 難道不需要好好溝通並凝聚共識嗎 這是民進黨自己認為一黨獨大了 所以不理會人民的聲音嗎 既然執政黨提的國民法官法呢 是移植日本的裁判原制 本席就以日本的準備工作為例呢 來做一個說明 日本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 採取了長跑道高空飛行的策略 五年的立法 五年的準備 甚至在五年的準備期間 演練了630場 兩百四場以上的模擬選任程序等 反觀我們呢 審查會開幾次 然後呢 只舉辦了70場的這個 試辦法庭 一場以6名國民法官來來計算的話 總共也才420個人參與過 人數至少呢 根本不足以作為未來採取參審制的理由跟這個典範 更何況臨時會強行通過是不理智的 所以在這裡呢 希望 我們執政黨呢 要不能用這種敷衍的方式 不負責的態度呢 來做一個 這個國民法官法的通過 不能以多數碾壓式立法的情況呢 來通過這樣子的一個法案 我想 民間 還有施改會的意見非常多 如果強行通過的話 幾乎可以確定 雙軌並行無望 更走向參審制的不歸路了 本席要凸顯實政黨的傲慢與獨裁 民進黨總是說 希望司法改革的法案趕快通過 讓整個司法改革可以往前邁進一步 但草率的改革到底是進步 還是退步呢 請民進黨的委員摸著良心 深思一下 謝謝 謝謝廖委員 繼續請吳委員秉瑞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從這兩天坐在後面認真聽 如果我的家屬有人在當刑事審判的法官 我真的會掉眼淚 在在野黨的這個兩天來的說法 一貫的職業法官仿佛專門專門在幹壞事 就是一定要誤導 然後一定要扭曲 說這些刑事的職業法官 專業法官一定會做出很多很多的壞事 你們想像中任何可能的這個魔鬼的事情他都會做 我要跟大家講 以我的經驗不是這樣 當然會有極少數的害群之馬 但是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專業法官都是兢兢業業的 那你會問說那今天為什麼要從事這個 所謂的司法改革 要國民參與審判 原因就是在民主國家國民主權的原則 大家想想看行政權的來源是從總統的選舉 立法權的來源是我們立法委員的選舉 所以我們都是受國民的授權 但是司法呢 他過去是靠專業 靠考試 靠受訓 然後來做判斷 在這個民主國家的時代 國民主權的原則 這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了 所以我們引進國民參與審判 是要服從民主國家最高的國 這個國民主權原則 因為這個因素 我們才要來國民參與審判 但是大家知道 就是現在要通過這個法案 馬上就要實施在將來的當事人身上 所以其實社會制度 用試驗的是非常危險的 就我們來講 就很多在野黨的同學來講 這個只是一年五六百件 跟大家報告 每一個當事人 他這一輩子搞不好就只有這一件 所以這個試驗是要非常慎重 而且要非常穩重的 要在現有的制度上很穩重的來推動 這樣子才不會因為爆衝 使得將來得到不可這個承受的後果 再來有的黨講說要兩個制度 事情請問誰來選擇 請問兩個制度事情的時候 這兩個制度裡面的不公平 如何來調和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或許你認為說一年五六百件不夠 但是讓六年的時間 台灣其實準備還不是很充分 雖然國民參與審判是應該的 但是我們的行事訴訟到現在 連起訴訟一本主義都還沒有進行 嚴格證據主義 法院也都還不知道是怎樣的狀況 讓這六年的時間 我們好好的努力 從穩健的基礎上來實施 將來六年後需要擴大 我們當然可以試 謝謝吳委員 繼續請陳委員焦華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個人在過去這二十幾年 我上過很多次法院 也經歷很多次環保案件的訴訟 那我個人對於法官的評定 我大概沒有辦法像吳委員講的那麼讓人放心 就是我個人在訴訟的過程 的確有遇到一些讓我覺得不放心 或者是不信任的審判 尤其在最近一些陳情人 他們在一審二審勝訴 但是在高等法院跟一審跟二審 就是不合理的翻盤 那這樣子的恐龍判決 最近顯然是有可能是專業的一些審判 造成一些令民眾無法信服的判決 我想執政黨希望能夠聽見的確有這樣的情形 那當然這也是為什麼要進行司法改革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也是人民的期盼 那在七十三條這邊就是 時代力量提出的版本 就是認為在被告有罪與否之認定 由陪審團為之 那為了落實 眷政不並送制度 所以明定陪審員及被位的陪審員 不得於審判 審判期的這個之前呢 接觸了 接觸任何卷宗或者是證物 以確保不會有預先的想像 所以 司改會這個審查 審查通過的這個七十三條的條文 其中就是有關當事人辯護人申請調查的證物 應由申請人提示與陪審團法庭 他照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辯認等等 這個部分時代力量 跟這個審查會通過條文是一致的 那另外有關刑事訴訟法規定調查證據之方式 由審判長來做這個主導證物的這個認定 但是因為審判長他為了兼顧中立 可能在相關的這個證物的提示 會有一些瑕疵 所以這個部分時代力量認為 應該做一些修正 以上 好 謝謝陳委員 繼續請賴委員相提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現在討論的第七十三條 就是民眾黨團的第六十六條 那基本上這個六十六條 談的就是有關相關的證據 如何進行結問之後 讓這個國民法官 在整個資料的這個審理程序當中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整個事情的狀況 包括被告還有辯護還有相關的證物還有鑑定 那我想非常可惜的就是說 雖然在這個司法院版本裡面 他的設定呢 基本上沒有這個交互結問 通常還是以這個提示的方式 做一個審定跟辯認 但是民進黨團的這個修正案呢 他的寫的比較細緻一點 但是他還是只有直接的結問 並沒有交互的結問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就這個證物的調查 還有雙方針對這個申請的證物的製作人 持有人保管人鑑定人等等的這個部分 能夠在法庭呢接受交互結問 這大概是第六十六條我們的修正案的內涵 那比較細緻的來看就是 這一次的司法院的整個參審制也好 或者是剛這個委員提到 未來是不是有擴大的可能性 都還是要面對這個制度設計的再好 還是有他的這個漏洞跟不足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司法院也好 或者是如果通過之後 真的試行下去 該改的地方就要改 不足的地方就要面對 是不是在也其他政黨提出來的這個修正建議呢 以後可以列入參考 所以特別在這一次第六十六條 也就是現在講的七十三條 這裡寫的都是沿用稀有的 刑事訴訟的程序裡面 有關政務的這個認定 或者是見識等等的提示 大概都是用一些基本上 過去的慣例來做足一的這個提示 然後足一的把證據做這個確認 但是如果沒有經過交互的結問 一般我們認為某一個證物 或某個物品是不是有證據力呢 他在一開始是設定是中性的 他並沒有一定的屬性 所以我們覺得以現有的機制 是不是可以考慮真的採取新的做法 那因為基本上如果以國民法官來講 他對於很多的法律的這個見解 或者是專業的知識不足 你如果透過交互的結問 他可以在現場上用他的耳聽耳聞 就能夠比較在直接審理的原則裡面呢 讓他們在行程的新政裡面 比較能夠足一的在 不管是簡便之間 或者是證人或者是證物 能夠達到我們希望 造成他們在作為參與者裡面 可以在最後的這個審理跟評議 甚至是要用科行的方式 他們都是在這個參審制裡面有重要的角色 這個部分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賴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黨團 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bottleneck來 Dark 往下心跟你說 他的名寰相 jeito 比你們快去消毒 他萬說多了 還能在乳程序 等 Charlie 對你們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 初期67年 赞成4年 反对48年 去前15年 赞成的少数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结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居民表结 居民表结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67年赞成5年反对48年去全14年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结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居民表结居民表结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67年赞成11年反对48年去全8年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结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居民表结居民表结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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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结结果出席67年 赞成48年 反对14年 7前5年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第73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74条 请宣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4条 当事人辩护人申请调查之笔录 及其他可为证据之文书 由申请人向国民法官法庭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宣读 前项文书由法院依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向国民法官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宣读 前二项情刑经当事人及辩护人同意 且法院认为适当者得以告一要之代之 第一项及第二项主文书 有关风化公安或有毁损他人民意治愈者 应交国民法官法庭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阅览不得宣读 如当事人或辩护人不解其意义者 并应由申请人或审判长告一要旨 民众党党团修正对应第67条 除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3 及第159条之5第一项外 双方当事人应申请传讯 侦查中笔录之陈述人 包括被告 共同被告证人 告诉人被害人及关系人 与法庭接受交互结问 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3 及第159条之5第一项之 侦查笔录 由申请人与法庭宣读或告一要旨 鉴定报告及其他文书之调查 双方当事人应申请传讯鉴定报告 及其他文书之制作人 持有人鉴定人专家证人 或其他相关人 与法庭接受交互结问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对应第67条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申请调查之笔录 及其他可为证据之文书 由申请人向陪审团 他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宣读 前项文书 由法院依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向陪审团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宣读 宣护人意见认为适当者得请告以要旨 第一项所称笔录 以依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三 之规定取得证据能力者为宪 第一项及第二项诸文书 有关封化公安或有毁损他人名誉治愈者 应交陪审团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越南不得宣读 如当事人或辩护人不解其意义者 并应有申请人或审判长告以要旨 第一项及第二项诸文书 其宣读或告以要旨之范围 以与申请调查之待证事实有关者为宪 第一项规定所称笔录及其他被告以外之人 于审判外之言辞或书面陈述 除行次诉讼法第159条之三 及第159条之五锁定情形外 其调查不得于陈述者到庭作证前为之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4条 当事人辩护人申请调查 其笔录及其他可谓证据之文书 由申请人向公民参与审判法庭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宣读 前项文书由法院依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向公民参与审判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宣读 前二项情形经审判长征询当事人及辩护人意见 认为适当者得警告以要职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文书 有关风化公安或有毁损他人之名誉治愈者 应交公民参与审判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阅览不得宣读 如当事人或辩护人不解其依义者 并应由申请人或审判长告以要职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请邱委员显示发言 院长各位同仁 第七四条主要是针对这个文书 或者是说其他可为证据之文书跟笔录 他的调查的这个方法 那原则上当然就是他用宣读 但是呢实力的版本在这个地方 跟审查会的版本的差异是在于说 在我们的这个第四项 规定说第一项所称笔录 以行事述用法159条之三之规定 取得政治与能力者为限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 就是因为说当事人一方申请调查的笔录 或者是说他可为证据的文书 对不具备法律专业的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而言 那他要求这个当庭聆听申请人所握读 就是宣读所经由其调查的笔录 那当然就是说 难以对其笔录内容取舍做事切的判断 所以当这个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面前 结问证人的时候 或者是询问被告为主的证据调查 比较能够让他可以理解证据的内容 因此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 第一项所称的笔录 我们认为说应该要以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3 事实上就是说159条之3 他事实上规定就是说 事实上无法让证人 道庭陈述的情形为限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于说 他可以落实直接审理原则 以保障被告结问犬的行使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会变成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书面审理的这个状况 而是说他能够落实直接审理原则 那再来就是说在最后一项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跟审查会的版本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说第一项规定所称的笔录 或者是其他被告以外之人 审判外的延迟或是书面陈述 除刑事诉讼法159条之3 所定情形外其调查不得于陈述者 到庭做证前为之 也就是说为了使陪审员 或者是被位陪审员 他到这个顺速的理解 调查证据的内容 避免造成说他过重的负担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状况之下 还是应该要先传唤证人到庭作证 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既然应该是要以直接审理为原则 而且居然是要让他可以迅速的理解 这个调查证据的内容 而不应该是变成是一个书面审理的状态 应该是直接审理为原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是要先传唤证人到庭作证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如果有必要 假设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再调查笔录 或者是说其他可为证据的文书 也就是说这个笔录 跟这个可为证据之文书 应该是这个证人到庭作证之后 雅舍签了有需要的时候 再来去进行这样的文书的提示 这样才能够符合人民参与审判的 好 谢谢区委员 继续请红委员孟凯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在这几条不管是7374等等的相关条文 其实重点在于是 我们看到希望说基于公平的原则 希望能够在证据主导之下 能够让我们的审判 能够在公正超然的立场来去听取 并且到之后做出一样的判决 所以我想刚刚也有委员这边强调 其实过去的职业法官来说 我相信能够担任职业法官 大多数都还是有为有守 都还是能够行使公正超然独立 但是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对于法官的判决来说 其实是不够信任的 民调也显示台湾的民众 对于法官的判断是不信任的 另外也因为有极少数的职业法官 他所做出的个案判决 被人家称为是所谓的恐龙法官 所做出的判决对于台湾民主社会 大家普遍来讲没有办法接受 也因此我们才会强调要做司法改革 如果说真的要做司法改革的话 那就应该要去根本的解决说 为什么台湾民众不信任这样的职业法官 也因此我们才会提出说 如果说有现在的参审制跟陪审制来讲 参审制还是有三位法官 会去来做主导最后的判决的结果 也因此会不会很有可能 反而变成是所谓的黑箱作业 甚至如果说当判决出来之后 民众社会大众反而因为他是参审制 而不了解说到底这个判决是怎么得来而出 而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究责 也因此国民党团才会退一万步言 认为说现在既然没有办法确认 到底哪一个制度在司法改革下 会对于台湾社会比较有利的情况 并行也许是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的妥协的一个结果 这是退一万步言 所以并非说我们希望 一开始就主张说并行 也因此我们想是说因为现在没有办法 马上就一个决定 如果说要如此的仓促决定的话 恐怕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反而会衍生另外的问题 执政党或是现在的民进党 千万不要倒因为果 千万不要认为是我们一味的否定 而没有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张 而最后我想讲的是 如果说大家会认为说 国民法官或是被委法官 他的法学助养 因为没有办法信任 他没有办法做这个陪审的制度 法学助养还要加强的话 我想这是社会大众 我们一起提升的部分 而大家难道对于台湾民主 还不够信任吗 大家难道对于台湾民主 没有信心吗 也因此我们还是认为 如果说要如此仓促的决定的话 恐怕还没有尝到司法改革的果实 已经先受其害 谢谢 谢谢黄委员 继续请许委员赎华欢迎 主席各位同仁 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承 近日针对国民参与审判的议题 他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没有纳入陪审制 并不表示未来就会排除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祝福 来完成台湾司法史上 第一次人民做法官的愿望 我认为这句话呢 他足以显示了权力的傲慢 国人其实很多 主要想要当法官的原因 是认为现在有很多的司法审判 并不是那么的公正 希望借由人民参与审判 给予司法不同的国民角度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执政党现在并不正视 我们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用这种逝世而非的言论 来抹黑焦点 今天呢 我想根据民进党党团所提出的版本 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 在中局评议 还有科刑评议的部分 职业法官跟国民法官 就犯行的认定 是否有罪以及刑度呢 讨论的过程不得录影录音 参审制的国民法官 会不会再受到职业法官 在这个审判 受到他们左右的影响 其实这些都还是有很多疑虑的 我们只希望能够是不是 再有机会让朝野 可以达成共识的过程当中 也就法案的内容 能够慢慢的来讨论 在这些争议还没解决之前呢 我们认为仓促的上路 实在是有很多可疑之处 如果我们引用罗秉承政委的说法 目前没有纳入陪审制 并不表示未来就会排除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充分的时间来讨论 让台湾的人民可以了解 两种审判制度的差异性 是否用并行的 或者是如何来解决 我相信确定之后 再来立法来修正 并不是现在急于上路 否则未来如果又发现不可行 又要再开会讨论 再来做修正的话 我认为这个只会徒增 我们司法审判的不稳定性 因为无论参审或者是陪审制 国民法官的责任承担 其实是决定他人的人生 还有他的未来的 如果本次修法通过 我们将会将这些的责任 也转嫁到一般的民众身上 目前确实只有10%不到的民众 了解目前的参审制 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修法 台湾的民众真的能够了解 还有准备好了吗 目前司法院所宣称的有18场的法治研习会 10场的说明会 包括空丁会 还有我们的机关协商 以及47场的模拟法庭 真的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民众 了解现在民进党想要推动的 国民法官法了吗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再一次的 要奉劝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让我们的台湾的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再次受挫 谢谢 谢谢习委员 继续请庄委员瑞雄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现在审到第74条 那我看我们很多反对党在野党的朋友 谈的还是在讲说参审 还是在讲两制并行 其实我们在这边必须要开中明义的讲 国民参与审判有两种 一种叫做陪审 一种叫做参审 那我们今天已经把陪审的精神 像比如说国民法官人数 还有陪审制的人数 你去跟参审来做比较的话 大家知道国民法官已经比职业法官多了一倍 三人跟六人 那你整个国民法官的选任的一个方式 你本来就是随机 这个跟整个陪审团的一个制度 完全一模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 起诉状一本主义 把陪审团这样的一个卷证不并送 把它放到这个制度里面来了 什么叫起诉状一本主义 那日本那位 一本叫做一张 简单观起诉以后不是送一本 只有送一张 一张纸而已 就让所有的法官 你这些陪审员心里头 没有不会预断 不会预设立场 那国民党的朋友一直在讲 从早上讲到现在 其实昨天就在讲 在讲说参审跟陪审两岸并行 我看你们的大字报里面都这样写 两个制度如果并行 两个制度的好处到底会不会产生 不知道 但两个制度的缺点全部都会发生 你把它想想看 我们刚审完的第66条 如果说这个案子 各位你是法官的话 你只要让国民法官跟这些候补法官 你让他一宣示以后 你第一件事情就要交代他的 就是说我审理的原则是什么 什么叫做自由心政主义 什么叫做集中审理原则 不要让他证据来调查 你就必须要跟他谈这一些 可是今天我们审到现在 似乎我们在论述的时候 过度把职业法官把它妖魔化 这不对 我们今天在谈的是刑事审判制度 那你如果审到最后 你把职业法官全部把它妖魔化 那我请问各位在野党的朋友 那民事诉讼的制度你怎么办 那些都是职业法官 刑事诉讼你怎么办 那些全部都职业法官 那你怎么办 那你还要职一群人说 全部都民众都让国民法官来审 或者让一般民众来审 这个也不通嘛 但是呢 这个制度的重要本质在什么地方 不是像以前的法官高高在上 这个制度至少确立了 国民是法律的主人 至少你要先跟法律对话 以前是跟法官对话 所以我认为要今天 其实大家可以心提气和的 好啊 要把它使下去 这个才是我们立马院 作为它最大的责任 这个义务 我说我们这两天 把立马的水平 拉到上水平 谢谢 谢谢 庄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委员 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党团 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要求这名表决 这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66年赞成3年反对48年 7前15年赞成少数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决 纪民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出席68年赞成5年反对48年弃全15年赞成少数民众党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结果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决 纪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杨氏兜团的 重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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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 民进党党团修正东西第75条 前条规定于文书外之证物 由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录音录影电磁记录或其他项类之证物可为证据者 申请人应以适当之设备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国民法官法庭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或告以要制 前项证据由法院一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以前项方式 使国民法官法庭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或告以要制 民众党党团修正东西第68条 前条规定于文书外之误证 由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录音录影照片 电磁记录或其他项类之误证 可为证据者 申请人应以适当之设备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国民参与审判法庭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或告以要制 实在内容党团修正东西第68条 前条规定于文书外之证物 由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录音录影电磁记录或其他项类之证物可为证据者 申请人应以适当之设备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陪审团他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检视或告以要制 前项证据由法院依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以前项方式使陪审团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检视或告以要制 国民党党团修正东西第75条 前条规定于文书外之证物 由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录音录影电磁记录或其他项类之证物可为证据者 申请人应以适当之设备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公民参与审判法庭 他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或告以要制 前项证据由法院依职权调查者 审判长应以前项方式使公民参与审判法庭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或告以要制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至代表发言 请吴委员宜丁发言 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晚安 我同意刚刚吴炳锐委员还有庄委员所说的 大部分的法官都是清白的 是公正的 我相信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会在做司法改革 就是因为确实有部分的法官不让人民相信 我念一下我们今天整部法的第一条 为使公民与法官共同审判 提升司法之透明度 反映人民正当法律感情 增进司法公信力 彰显民主原则 特制定本法 其实这样子一个第一条 参审也好 陪审也好 都是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党纲里面 提说要陪审 因为它是让人民参与 可是我们的重点是 我们既然要制定这一步法 我们不能说有一个房间 它不够亮 我们换了一个超亮的灯泡 可是却在一个角落 设了一个完全的死角 这样做对吗 民进党的委员说 我们不实行陪审 实行参审 是因为参审比较稳健 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跨一大步 我们要一小步的跨 那为什么 只用十年以上本刑 刑法十年以上的罪 列入参审 他们也说 因为案子比较少 我们小步的跨 请问一下 一般人觉得 第一次要当法官了 你要去参与的审判 是十年以上的刑法 十年以上的刑者是什么 是跟无期徒刑有关的 是跟死刑有关的 对一般民众来说 是他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的 他身边都碰不到的 你把这样子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他 这么复杂的案子交给他 你跟我说 这是一个稳健的方法 这是跨一小步的方法 我真的不懂这个逻辑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 一般民间 大家觉得司法不公平 大家关心的 我们的酒罪酒驾呢 我们的公务人员犯错呢 这些都不到十年耶 这些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为什么我们不先从这些开始呢 而是从十年以上开始 然后用这个理由来说 这是比较稳健的方法 我想等一下民进党的委员 可以来解释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吴委员 继续请林委员 易华花言 主席 各位同仁 法案审查到现在是第75条 民进党坚持以参审制 为唯一的私改方向 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包容等民主精神 民进党完全不听取人民声音的态度 令人惊讶 但是让人很错乱的是 民进党行动党纲 明明指出修订刑事诉讼法规 建立陪审制度 并以此向人民承诺 在执政之后会全力推动陪审制 结果全面掌权后 对人民的承诺 却说变就变 陪审制是民进党 现行党纲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台湾民主先锋 蒋卫水先生大声疾呼的主张 当然 柯总之后我再说一次 他说呢 是因为当时党纲 要记载陪审制 是为了对抗威权的国民党 可是我要再次提出 当时民进党党纲修订的时间 是1999年的5月 早就不是在威权时代 当时立法委员也已经全面改选 所以不要再用这个来模糊焦点 尤其在2012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也再次主张陪审制 以及呢 在过去 共有16位民进党的立委 在选举中签署 愿意推动陪审团立法承诺书 但如今 台湾有82%的公民 认为司法改革最需要的是陪审制时 在野党也愿意一起来讨论陪审制的时候 民进党的立法立委同仁 却不敢面对了 所以我想问的是 到底我们的民进党的立委同仁 是缺乏道德勇气 还是民进党一开始 就把司法改革推陪审制 当成只是获取选票的工具 而不是真正的价值 民进党虽然想用其参审制来欺骗国人 这就是所谓人民参与审判 但事实上 从执政党的草案 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国民法官设下 从从阻碍 处处刁难 举例来说 执政党只准许最清本刑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等条件 才适合国民参审 如此国民参审大约只占0.66% 连1%都不到 这么低的比例对跟社会整体制度改革的期待 落差太大 还有呢 现在审查会当中 司法院林辉煌秘书长 更毫不讳言 就是希望国民参审的适用范围越小越好 看来民进党政府对人民的能力 是不是能够参与司法审判 一点信心都没有 好 谢谢林委员 继续请王委员 晚宇发言 一直以来 在参审和陪审当中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争议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新的新的小党 我们很认真的听取了民进党的建议 柯总召说 我们应该要记得历史的脉络 所以他提到民国75年的时候 因为戒严 所以支持陪审制 但是这个历史的脉络的爬梳 却到后面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后面的历史 后面的记录 那容我在这边为各位补充 2012年的时候 柯建民说 事实认定应该由陪审团决定 罪行则交由陪审团与法官共同决定 2014李军玉委员说 只有彻底的彻底的在体制上进行改变 以及真正落实改善司法人员的素质 陪审团制度 才能避免下一个红案的发生 2017年的时候 王定宇委员称说 他跟台湾陪审团协会 以及几位律师们 共同召开记者会 共同呼吁 司法改革中 应该引入陪审团的制度 把参与司法的权利还给人民 重建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2017年的时候 李军玉 2017年同年的8月 李军玉成说 民进党党团与时代力量党团 都主张陪审制 不理解这有什么好需要讨论和辩论的 2017年刚刚我也提到 蔡毅宇委员也称说 司法改革国事会议落幕 但是审判制度尚未定案 陪审团炒案 他已完成 并且发动联署 获得17位委员的支持 反观司法院 你推动攀审制 至今还没有炒案 同年的年底 蔡毅委员也曾经说 参审运作制度下 会跟陪审团进行 陪审制进行一样的程序 但会比较耗时 最后还是会回到判决书 根本没有审理核心 根本没有将审理核心 集中化 未来只会让审判制度 更容易复杂 所以我想提到的是说 对确实我们应该要 爬出历史的脉络 但是至今我们还是没有看见 为什么民进党从陪审制度 改变成支持参审制度 是不是能够就此来说明 我想说的陪审和参审团之间 并不是两党之间 或是各党之间的争执 而是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 最适合台湾司法改革的角度 柯总招也曾说 司法改革不是各党之间的争执 我们必须要不分党派理性讨论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每一次的讨论当中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 针对每一条逐条的讨论 逐条的发言 希望能够有所变更 但我们也确实也看到 有一些法案的 有几条法条的修正 确实也参足了在野党的意见 那既然如此 其实表示还有商榷的可能 表示还有进步的空间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 逐一来讨论 而一定要在这样子 临时会的期间 挑灯夜战 冲促的来进行 所以我们恳请希望 大家能够针对 司法改革的部分 我们真正认真来好好想一想 哪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让这个法条能够更完整 而不是这样子强行的希望能够通过 谢谢 谢谢王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要求居民表决 居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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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决 纪民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5人反对48人 期前14人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决 纪民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11人反对48人去前8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11人反对48人去前8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67人赞成48人反对14人去前5人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第75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76条请先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6条当事人辩护人申请调查之证物 由申请人提示与国民法官法庭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 法院依职权调查之证物审判长应提示与国民法官法庭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辨认 前二项证物如系文书而当事人或辩护人不解其意义者 并应由申请人或审判长告以要职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69条 国民法官与证人鉴定人通议经当事人辩护人结问完毕后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在待证事项范围内以书面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审判长就前项之书面请求得以其为不适当而限制或禁止之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69条 证人鉴定人通议或被告 经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结问或询问完毕后 陪审员被位陪审员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于待证事项范围内自行或请求审判长补充询问之 前项请行审判长应先征询检察官及辩护人之意见 陪审员被位陪审员于被害人或其家属 陈述意见完毕后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于厘清其陈述意见意志之范围内自行或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审判长任陪审员被位陪审员依第一项及第三项所为之 讯问或询问为不适当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国民党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6条 参审人与证人坚定人同意 经当事人辩护人结问或询问完毕后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于待证事项范围内自行或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参审人与审判长就倍速事实询问被告完毕后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就判断罪责及科刑之必要事项 自行或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参审人与被害人或其家属陈述意见完毕后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于厘清其陈述意志之范围内 自行或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审判长任参审人依前三项所为之 讯问或询问为不适当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请邱委员显示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那这一个条文基本上 它是一个补充讯问的规定 那问题在于说 究竟这个我们是认为说 他应该要受到限制 也就是说审判长要先征询 檢察官跟辩护人的意见 那就是说因为过去 不是说过去 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 虽然从2002年开始引进了所谓的交互结问的制度 可是当这个两兆的当事人 也就是检察官跟这个辩护人 在结问这个证人 或者是说鉴定人同意等等之后 法官很多的时候是进行补充讯问 结果这个补充讯问反而倒过来 变成是这个这个厘清的范围 然后问个不停 所以导致他变成是一个纠问主义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然后审查会的这个版本 他是认为说 这个被位法官 国民法官被位法官 他也可以这个请求这个 这个审判长 或者是自省去讯问之 那这个部分因为他没有 像我们的版本一样 去进行一个这个必要的限制 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保留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是不是扩张到这个判断罪者及科刑必要的事项 这个部分我们的版本里面 我们是反对这样的做法 也就是说 这个补充讯问不应该 让他扩及到这个论断罪者及科刑必要的范围之内 那再来就是针对这个 国民法官或被位法官 于被害人或其家属陈述意见完毕之后 那这个告知审判长 离清其陈述意志换围内自行或请求 这个审判长的讯问 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非常保留 因为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还是一个当事人进行主义 所以在做补充讯问的时候 应该还是要 这个能够听取这个辩护人 以及征询检察官的意见 那检察官跟辩护人 如果对这个部分 他认为说是能够进行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那审判长当然 就是说在征询检察官跟辩护人的意见之下 来进行这个部分是比较妥当 那在最后一个部分当然 就是说审查会的版本 他也提到就是 审判长任国民法官 被位法官 前三项所谓是询问或询问不适当的 禁止或这个限制或禁止之 那就这个部分 我们是认为说 如果说是这个国民法官 那来做这样的事情 来做这样的询问的时候 本身如果没有得到 这个辩护人或是检察官 谢谢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再次的强调也再次说明 在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第76条的部分 76条里面有提到 国民法官被阅法官与被害者及其家属 陈述意见完毕后得告之审判长 于离清及陈述意见之范围内 自行或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但是也有讲到说 审判长如果认为国民法官被阅法官 依前三项所问询问或咨询不适当者 得限制或禁止之 换言之审判长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审判长跟国民法官被位法官 还是有其阶级上的一个落差 也就是说审判长还是可以去制止 国民法官或是被位法官的一个询问 那我们来看说审判长他是由法官 以及如果说由庭长来充当审判长 如果庭长或庭长有事故 以法官中支身者称之 也因此我们讲说现在我们要推动的参审制来说 还是以职业法官来主导整个意识形态 以及审判的方向 那我们就讲在刚刚很多的委员同仁也都强调是 职业法官到底谁在污名化 很抱歉 从过去到现在 民进党在20年前就已经主张要赔审制 而当时20年前的时空背景环境下 民进党身为一个在野党 不是最喜欢强调说法院是政府开的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吗 也因此当时的时空背景环境 为什么你们当时在主张所谓的陪审制 不就认为职业法官可能会有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主张 所以你们希望推动陪审制 所以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 民众也想知道一个问题 到底职业法官谁把他污名化 我再一次强调 从一开始我的发言到现在 我都说大部分的职业法官 我认为绝对都是有为有守 也绝对可以独立行使超然公正的判决 但是很可惜 因为现在台湾社会做出的民调 对于法官是不信任 以及我们现在认为是需要司法改革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进一步的 不管是要参审制也好 或要陪审制也好 这都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交叉点 就在于是说到底是一定 现在就要决定所谓的参审制 还是如同过去民进党在野时候 认为陪审制比较好 可是现在又要转变成参审制 而如果说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没有办法适宜的话 某种程度上 还是会由职业法官引导审判方向 那最终结果会跟现在没有两样 谢谢 谢谢 谢谢宏委员 继续请郑委员 正勤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在这一条当中的时候 所提到国民法官 还有被位国民法官 都是我们国民党党团版本当中的参审人 那么这个条文 除了可以让职业法官之外 参审人有疑问的时候可以自行提问 那么如果不方便自行提问的时候 可以让审判长 也就是职业法官代为提问 方便参审人厘清疑问 顺利形成新政 那么同时也可以顺畅审理 让审判长可以限制或禁止 参审人不适当的询问或讯问 那本席认为这一点的 争点不太大 所以我想提到一下 刚刚在审60条的时候 柯建民柯总招他所特别提到 从民国75年开始 民进党开始提出了一个陪审制 那么这陪审制一直到 持续的走到1999年 那么5月8号 那么民进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提出修正的行动纲领中 有关自由人权的11个改革方向中 就有一个很具体提到 修订刑事诉讼法规建立陪审制度 那么从1999年到现在 经历了民进党的执政 那么也下野 但是主张陪审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变 一直到了2015年 很多委员签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书 民主的最后一理路 陪审团立法 立法委员候选人连署书 我承诺顺利当选第九届立法委员 愿意推动陪审团立法 签署人 我这个版本是柯建民 那么2015年11月5号 那么当时其实也有很多 我们现在在场的民进党委员 也签了这个连署书 那么我不懂是柯总招变了 还是现在还在中山南路路边 抗议者的那些民间施改团体 他们错了 还是林永松董事长错了 还是这些施改团体 他们太傻太天真 跟民进党一起共舞二三十年 要来推动台湾的陪审制度 那么现在民进党取得完全执政 这反党纲强行推参审制度 那么听不到广大的民意 那么长期来这些民进党的这些民间施改团体 在院外已经二十几天 那民进党依然不为所动 是代表民进党已经不重视当年 党纲中所强调的自由人权 还是现在完全执政之后 对于自由人权的标准就变了 所以本席在这边 也希望会当时有签署 这个承诺书的民进党好朋友 可以重新思考参审 陪审并程的制度 谢谢 谢谢郑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的委员 现在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 要求纪明表决 纪明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李委员昆卓声明 对今日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一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那么这间 我们都给你做了 这个新的女幻 是一样的 您可以做参与 对èle 我们都给你做参与 对 所以 表決結果出席68年 贊成3年 反對50年 期前15年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徐委員智傑聲明 對今日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勞主席 得領 選賞 法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结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结 纪民表结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结结果出席68人赞成10人反对50人去前8人 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结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民表结 纪民表结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打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打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结果出席68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打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打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多数 座以下宣告 第76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78条 请先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8条 1第74条至第76条 锁定程序调查之证据 调查完毕后 应立即提出于法院 但经法院许可者得仅提出副本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0条 1第66条至第68条 锁定程序调查之证据调查完毕后 应立即提出于法院 但经法院许可者得仅提出副本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71条 1第66条至第68条 锁定程序调查之证据调查完毕后 应立即提出于法院 但经法院许可者得仅提出副本代之 国民党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8条 1第73条至第75条 锁定程序调查之证据调查完毕后 应立即提出于法院 但经法院许可者得仅提出副本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请张委员预美发言 主席 各位同事 现在进行到78条 讨论到这么晚了 我想请问 除了民进党 全台湾都不了解 为何非在临时会 要删除通过国民法官法 立法院在过去从来没有在临时会要处理 通过一百多条条文的重要法案 民进党非得在临时会通过国民法官法 难道要急着为谁解套什么吗 尤其是在全民对司法信任度不足50%的时候 限期强行通过法案 到底这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国民党版的参审陪审两制并行的主张才是真的改革 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 竟然摧毁1999年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承诺全面执政后推动陪审制 这根本是昨日金飞 国民党团郑重呼吁民进党政府赶紧的悬崖勒马 赶紧请那个庭审所谓的国民法官法 在正常会期好好的审查 充分听取民间司改会的意见 找出社会可接受的共识 而不是粗暴地用强行通过三读 这不是司法改革 而是霸凌司法 过去民进党团的行动纲领 及16位民进党的立委 推动陪审制 结果今天面临司法重大改革的时候 民进党与司法院密室协商 推出了参审制 让职业法官 在主导审判过程 这根本就是假改革 国民党团提出的版本原本是改良式的参审 经过公民团体讨论的情况之下 最后推出参审陪审 两制并行版本 这才能展现改革的诚意 司法 而执意在临时会表决 国民法官法的草案 谢谢张委员 参临时审判法 如果运作下去 我相信是稳健 但是是不是能够真的达到 大家希望达到的目的 也就是让人民再次信任 我们的司法制度 我相信 画了一个问号 因为没有真的实行 没有人敢挂保证 接下来民众对于台湾司法的信心 会提升 比如说大家讨论很多的 在司法院提出的参审制度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扩大适用 当然在第五条 我们已经通过司法院的版本 使用十年以上的刑度的罪行 而在一档的版本 都希望扩大七年以上 我也特别跟司法院调了 最精确的数字 从104年到108年 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审的诉讼案件 七年以上有机图行案件 有一千一百三十件 而犯罪清本刑十年以上 平均四百九十四件 四百九十四件 刚刚很多委员谈到五六百件 平均下来一年四百九十四件 也就是相差了一倍多以上 而更令人不解的是 上一届当时司法院提出的 是本刑七年以上 但是到这一届 竟然倒退 只是用十年以上 而我听到最多司法院给我的回复 还有包括在他们立法说明理由 都说是因为基于成本的考量 不禁要问 成本的考量 会是决定 我们到底要适用哪一个 比较好的审判制度的一个标准 或是理由吗 如果是基于成本的考量 我认为 执政者 你应该是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 都要达成 重拾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这才是真正应该要做的 所以我希望 各党的委员应该再重新的思考 到底哪一个制度 才是对未来台湾司法审判 是最有利的 好 谢谢蒋委员 继续请陈委员焦华发言 院长各位委员 我是一位长期进行环保抗争的 应该就是一个社运人士 那今年就是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然后参与法案的审查 还有委员会的咨询 那在上一次 就是说刚结束的这一个会期呢 我们看到像枪支弹药管制条例 在内政委员会 也经过修正的这些法条呢 也经过非常多次的 非常审慎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 然后广纳各个政党代表的意见 所以我想这两天 有多位委员提到就是 这一次参审制 陪审制的讨论 的确是次数并不是非常足够 所以这两天 可能有些委员 并不是有参与去讨论的这些情况 所以呢 在听到许多委员可能重复去提到 一些类似的这个内容 可能会不耐烦 但是就像我们知道 这两个礼拜 有多位学者专家 关心人士在立法院前面 还是继续在盛情 在抗争 其实就是有非常多 民进党长期友好的人士 他们还是希望执政党能够来推动 这个陪审 推动陪审 所以我想我们也会进我们各自的 本位的立场 努力去完成我们该进的任务 那也希望能够帮 推动陪审的朋友 发表他们的心声 所以我想我们也不用太动怒 或者是意气 反正也希望说立法院能够尽责提出一个好的版本 大概是这样 那在司法院提出的78条这个部分 就是证据的提出 那时代力量的版本就是 审判长许可可以用副本代之 那审查会这边是法院许可 只有这一点不一样 以上 谢谢陈委员 各党团推派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 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 居民表结 居民表结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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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始 再开始 表决结果 出席68年 赞成5年 反对50年 期前13年 赞成的少数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众党党团要求纪兵表决 纪兵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好 三次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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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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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应第79条 调查证据完毕后 因命依下列次序就事实及法律 分别辩论之 1.检察官 2.被告 3.辩护人 前项辩论后 因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范围辩论之 于科刑辩论前 并应与道场之 告诉人被害人或其家属 或其他依法得陈述意见之人 就科刑范围表示意见之机会 于前二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1条 参程制 调查证据完毕后 因命依下列次序就事实及法律 分别辩论之 1.检察官 2.被告 3.辩护人 前项辩论后 因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范围辩论之 于科刑辩论前 并应与道场之 告诉人被害人或其家属 就科刑范围表示意见之机会 于前二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审判长亦得命再行辩论 陪审至双方当事人出证完毕后 被害人告诉人或其等家属 得依刑制诉讼法规定陈述意见 国民法官于前项陈述意见后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在厘清其陈述意见之范围内 以书面请求审判长询问之 审判长就前项之书面请求 得以其为不适当 予以限制或禁止之 前三项程序完毕后 双方当事人就被告 是否有罪之截辩 依下列顺序为之 依检察官 二被告及辩护人 依依前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审判长亦得命再行辩论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72条 调查证据完毕后 审判长因命依下列资序 就被告是否有罪辩论之 依检察官 二被告及辩护人 依依前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审判长亦得命再行辩论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9条 调查证据完毕后 因命依下列次序 就事实及法律分别辩论之 依检察官 二被告 三辩护人 前项辩论后 因命依同一次序 就科刑范围辩论之 于科刑辩论前 并应与到场之 告诉人被害人 或其家属 就科刑范围表示意见之机会 依前二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审判长亦得命再行辩论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请陈委员焦华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针对79条的部分 时代力量是陪审制 所以我们的法条内容 就是为避免陪审员 及被为陪审员之 评议基础及新证 在进行被告 是否有罪之评议认定前 遭到与科刑有关事项之不当影响 所以本法采取 将是否有罪事实认定 与科刑种类及范围 做两阶段分离辩论之设计 在第一阶段 当事人仅针对 被告是否有罪 进行辩论 以上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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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总召今天 特别 在脸书发文 然后说到 說要國民黨委員或其他在野黨強調要兩制並行或支持陪審制的其他黨的委員 去了解說歷史的脈絡 大家要去爬梳 然後特別強調說1986年他們那時候是支持陪審制為的是要對抗國民黨的威權體制 不過剛剛我在辦公室也聽到感謝王文玉委員特別把柯總召故意忘掉的 1986年之後的歷史脈絡重新爬梳一次 各位上個會期也就是上一屆民進黨的委員在司法法治委員會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要支持陪審制 就在上個會期就在上一屆在座的大部分的委員民進黨的委員都有連署 要支持陪審制 你們都忘了 你都忘記了 上一屆的事 上一個會期的事 不是1986也不是1999行動剛領的時候 你們都忘記了 是怕記得 還是 忘記了 所以 我就一直在想想不通啦 說為什麼才上一屆還大力的震天嘎響的喊要支持陪審制 然後到這個會期這一屆了 馬上大轉彎 變成支持 需要被改革的司法體制提出來的參審制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你們像 我們要改革的僵化的司法體系全面投降啊 是嗎 這麼快的屈服 全面投降 然後不惜打臉自己 講過的話 追求過的價值 我認為喔 不只是全面投降 你們根本 就是想要跟 既得利益的司法體系 共同載至台灣的司法 共同分享 載至司法的果實啊 謝謝林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黨團 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來 2 3 1 5 3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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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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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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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表決結果 出席69年 贊成3年 反對49年 去前17年 贊成有少數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陳委員數月聲明 對剛才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一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語音符���通議 剛才表決竹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70年赞成5年反对50年去前15年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基民表决 基民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在这场场场上有被决定了 有民进党的决定 嗯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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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委員智傑聲明對剛才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出席70年贊成12年反對50年去前8年贊成的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成長的範圍 要求居民表決定 要求居民表決定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 出席70年赞成50年反对15年 提前5年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第79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80条 请先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80条 参与审判之国民法官有更异者 除第37条第一项之情形外 应更新审判程序 新任国民法官有疑惑者 得请求审判长示意 前项审判程序之更新 审判长应斟酌新任国民法官 对于征典已经调查完毕证据之理解程度 及全体国民法官与被位国民法官负担程度之均衡维护 民众党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2条 参与审判之国民法官有更异者 除第37条第一项之情形外 应更新审判程序 前项审判程序之更新 审判长应斟酌新任国民法官对于征典 已经调查完毕证据之理解程度 及全体国民法官与被位国民法官负担程度之均衡维护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73条 参与审判之陪审员不足而 而不能依第37条第一项规定补足时 审判长应以裁定解任寄存之陪审员 重新践行陪审员选任程序后 更新审判程序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80条 参与审判之参审人有更异者 除第37条第一项之情形外 应更新审判程序并为中间讨论 前项审判程序之更新 审判长应斟酌信任参丞人对于征典 已经调查完毕证据之理解程度 及全体参丞人与被位参丞人负担程度之均衡维护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出代表发言 请吴委员宇丁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晚安 我想要再强调的是 我们参审它的范围 一般人民想要参与审判 可能是跟他生活有相关的法案 我来念一下几个好了 在刑法第124条 由审判职务之公务员或仲裁人 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是针对公务人员枉法裁判的 这不包含在我们的参审里面 因为参审必须是刑法本刑十年以上 那再来是刑法第125条 有追溯或处罚犯罪职务之公务员 我简短的念 明知为无罪之人 而此其受追溯或处罚 置人于死者 都置人于死了 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针对刑求民众的公务人员 或检察官滥行追溯 这也不完全包含在里面 再来是我们关心的酒驾 酒驾自死了 也才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也不包含在我们这次参审的范围里面 再来是肇事逃逸者 置人死伤 肇事逃逸置人死伤 也才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不包含在参审 这一次十年本刑的范围里面 老实说我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就是我们包含的不是真正人民关切的这些法案 而是刑法本刑十年以上的重大刑案 那我再说了 民进党一直说 要小小步的跨 这是稳健的方法 我再请问一下 民进党的前辈 到底是怎样的稳健方法 让人民一般熟悉的 他在他的生活上会遇到的法案 他没有办法参与审判 而去参与的是重大的刑案 我希望在座许多民进党的委员 是法律的前辈 可以帮我示意一下 我们公开录音录影 不用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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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委员 继续请 郑委员 郑成 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第八十條是講有關於審理程序 關於國民法官如果因為解任辭任而有變更者 為了地補的國民法官能夠理解爭點 以及已經調查過的證據 實現接續審判程序 除了三十七條第一項 沒有被位法官才需要更新審判程序外 那麼未使新任國民法官接續審理 那麼這個法條他也參考了日本裁判員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 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 那麼也就是說 從這八十條這一條可以看到 日本在2009年實施的裁判員制 跟韓國瑜2008年實施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 都有參考陪審制的精神 那麼為何民進黨不能考慮呼應 民間陪審制或陪審參審兩制試刑 那麼找到適合台灣的方式 要急於在臨時會當中強度關山 那麼要二十四小時來審這樣子的案子 那我在想說 民進黨現在堅持參審制 其實是讓職業法官繼續主導審判的過程 那麼這樣的改革 會不會只是形式上的變革 在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麼站在法治民主的浪潮上面 其實沒有藍綠 那麼也不應該淪為政爭的標的 那麼站在法治民主的浪潮上 本期希望說大家是不是能夠拋棄成件 共同推動法治民主的向前大步跨越 那麼民進黨現在說了很多的理由 去推翻當初所支持的陪審制 那麼何不乾脆朝野共同來推動 試行陪審制或者陪審參審並行制 找出最適合台灣的法治民主方程式 那麼就在一牆之隔的院外 還有很多的民間施改團體 那麼堅持陪審制或者試行陪審參審兩制 那麼由客觀中立人民組成陪審團來做決定 這是他們的主張 那為何民進黨要反對他自己當初的主張 任何議論法律未能配套的說法 其實就是我們身為立法委員 要去完善完備立法修法的部分 以前民進黨主張陪審制的時候 有二十幾年的時間 說參審制會有權威效應 那麼現在民進黨主張參審制 又說不會有權威的效應 這樣的說法前後矛盾 如何讓人民能夠幸福 希望民進黨的委員同仁 能夠重新思考 參審陪審兩制並行的可能性 謝謝 謝謝 謝謝鄭委員 繼續請王委員晚一發言 不論是所謂的中間討論或者是說評議 其實在黨團協商的過程中 針對這部分一直都有非常大的疑慮 到底中間討論該如何進行 又或者評議該如何進行 到底是有應該要錄影 錄音又或者是說移到小房間當中 沒有人可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都一直非常有爭執 那在經過這些討論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在第二條的部分 已經將中間討論移除了 但是顯然的在80條 在司法院的版本卻仍然保留了中間討論 這邊提到的是說 當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有更議著 因更新審判程序並作為中間討論 我記得當時不只中間討論有所爭議 包括更新審判程序的定義是什麼 司法院的解釋也其實沒有辦法讓大家理解 或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共識 而史達利亮的版本在這邊其實很清楚的定義出來 不應該有中間討論的存在 當陪審員不足的時候 而且不能以第37條第一項的規定補足時 審判長應該以裁定解任寄存之陪審員 重新鑑行陪審員選任程序後更新審判程序 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掉陪審員之間 又或者是國民法官之間 對於案情的理解對於證據的提示等等 都不在一致的條件之上 後面地補的人員有可能因為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 透過中間討論也有可能有解釋錯誤 或是導致偏頗的情況 也因此為了要維護審判的公平性以及公正性 我們認為當陪審員不足的時候 應該要重新解任並重新選判職 這樣才是能夠讓司法公正 能夠讓司法透明的最好的選擇 以及最好的做法 謝謝 謝謝王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表決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立委員貴敏聲明對剛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次列入公報紀錄 林委員維州 李委員得為聲明對剛才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次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 出席71人 贊成3人 反對50人 去前18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反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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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出席71年 赞成5年 反对50年 去前16年 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居民表决 居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决结果出席71年 赞成13年 反对50年 去前8年 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居民表决 居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直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68点赞成50人 反对13人提前5人 赞成者多数 座以下宣告 第80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5节 请先读解名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5节 终局平议及判决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5节 终局平议科行平议及判决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4节 终局平议及判决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 节名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 说明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时代力量党党团 民进党党团分别所提修正动义结明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请问照民进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党团 修正动义结明通过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我们第五节照民进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党团 修正动义结明通过 现在进行民众党党团提案第一款 请宣读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义不予采纳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义已第一款参审制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党团修正动义款民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居民表决 居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出来了 電腦要休息 電腦要休息 表決結果出席70年贊成5年反對50年去前15年贊成者少數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款民不予採納現在進行民眾黨黨團提案第75條請先讀條文 民眾黨黨團提案第75條辯論終結後應由審判長於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與法庭就終職評議之法律適用及其他應注意之事項公開向國民法官說明之前項說明應提供書面並記載於筆錄 時代量黨團修正動議第74條辯論終結後應由審判長於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後與法庭就終職評議之法律適用及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公開向全體陪審員說明之前項說明應提供書面並記載於筆錄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不予採納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黨團要求聚民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選的分開 勞建議 中文字幕志愿者 。 文字幕志愿者 。 按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基民表决,基民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文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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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诉讼进行中 这个中间讨论 绝对会是 本参审制 的一个 大败笔 所以在此特别提醒 能够修正 以上谢谢 好谢谢陈委员 继续请李委员 得委发言 主席 游院长 在场所有各位同仁 以及在场所有的 媒体朋友 我想 今天我们要审查 这一条 国民法官法第81条 得委在这边 还是 把我们 今天 苹果日报 必须拿出来 大家看 司法改革的大突破 立院二读 参审制 切立 他这边 有明确的写出 国民法官 需年满 23岁 以及审查 以及审查 本刑 十年 以上 的重案 本刑 刚刚 接触了 许许多多 台北市的民众 大家 大家从媒体的 传播上 接触到了 大家知道 有国民法官法 但是 本席跟所有的 立院同仁报告 大家都不知道 苹果日报 在他的首页里面 写到了 国民法官 需年满 23岁 也没有人知道 需本刑 十年以上的 重案 所以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 这一次的 国民法官法 并没有 充分的 让 我们的 民众 知道 他的影响 跟未来的 发展 大家在这里 不眠不休 非常的辛苦 但是 重点是 我们明天 即使在民进党 强力的动员之下 通过 但是我们的民众 会对司法改革 有信心吗 恕本席直言 不会 为什么 因为 当他知道了 23岁以上 才能担任 国民法官 本刑 要在十年以上 才能有 国民法官 这个时候 他就不会相信 这一次的司法改革 所以 再次呼吁大家 仔细思考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委员 继续请 洪委员孟凯发言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讨论 第81条 81条讲说 中局评议 除有特殊情形外 应于辩论终结后 及时行之 换言之 这条的精神 就在于是什么 就在于是 这说明里面有提到 要最能反映 国民法官 经审判其日 诉讼程序 参与 证据调查 即言辞辩论后 所得的新证 减少国民法官之负担 以及受外界干扰的机会 连我们的版本里面都提到是说 国民法官有可能会受外界干扰 以及负担 所以说要尽可能的降低 但是现在执政长所要提出的版本 参审制 他就是一个 可能国民法官不是受到外界的干扰 而是受到内部干扰的一个审判制度 三位法官 以及六位国民法官 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并且刚刚我们非常多的委员 大家都已经提到了 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最后还要经过他们 在没有录音录影的环境情况下 讨论出一个审判的结果 这不就是有可能会造成 职业法官去引导风向 并且做出一个 国人可能会期待司法改革后的判决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造成的一个结果吗 还是一样 本席从刚刚今天一整天的发言 其实呼吁或是说讨论的都在于是 过去的职业法官 大多数的职业法官 也许是有为有守的 也许是可以让大家信赖的 但是就因为有极少数的法官 他的法匠精神跟思维 让民众没有办法信任 也因此我们才要主张 我们才要共同讨论 所谓的司法改革 但是今天如果说改革的过程 以及改革的结果 并没有办法消除这样的一个缺点 反而更加深了 国民法官有可能在参与审判的过程中 被职业法官所影响 某种程度上 这不就又是开倒车的一个修法吗 也因此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 81条的精神就在在显示了 不要让国民法官受到外界的干扰 而影响判决 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做一个审判 但是这样的一个判决 如果说到最后这样的干扰 并不是来自于外界 而是来自于内部 甚至有可能被职业法官所带风向 职业法官所引导判案的方向 这样的一个程度 不就又让我们觉得是说 参审制是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现行所提出来的问题 也因此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 不要如此仓促 审慎思考 才能有助于解决 司法改革的争议 谢谢 好 谢谢洪委员 继续请黄委员事解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时间已经将近来到五月十二点 我想大家都累了 经过这两天这么多的发言 我想大家可以发现 不在野党不断的换人 但是稿子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的真点 不管从哪一条开始讨论 绕来绕去都回到 大家认为陪审或参审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要用 完全的素人的九位的法官 或陪审团来做最后的裁决 还是我们要容许 有三位职业法官 可以参加这个群体 来做最后的评议 但是在我看来 包含我们时代力量这边 不断的反复回到 所谓的中间讨论的争议 所谓的被法律所污染的人 不能够担任国民法官之外 连我们兢兢业业来进行 专业的审判的这些法官 在审判中的角色也都一再被质疑 认为所谓的权威效应 会来引导这个最后判决的结果 但是我必须要说 即使是在美国 采取了陪审制 也经常都是被检讨 到底法官在给陪审团的指示 也就是Jural Instruction的过程中 是不是能够充分的去保障 这些陪审员 了解审判进行的过程的意义 以及他所需要适用的法条 到底法律上的意义是什么 即使在陪审团所盛行的美国 他们也都一再反复检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无名化 所谓的职业的法官 因为我们司法改革 最重要的 并不是在讲说什么恐龙法官的问题 而是如何提供给我们的人民 一个有品质的 而且效率很高的 能够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裁判 所以裁判的品质还是需要 有法律专业的引导 并不是说今天全部交给苏人去判 就一定会是公平 就一定会是争议 我们不是这样的民粹在做事改 所以我要呼吁 我们不是一直在用 权威效应或是黑箱的二分法 去看我们的国民法官 跟我们的职业法官的互动 而是应该透过我们这一次公平法官法里面 很多条文的设计 将来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 我们快去检讨 到底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是不是能够最次的引导出 一个能够融合专业法律人的意见 以及我们一般 谢谢黄委员 各党团推派的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 报告宴会 因为时代力量党 民众党党团 国民党党团分别所提修正动议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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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Question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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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